由天使眼泪美称的嘉明湖 每年吸引了大批山友前往朝圣 而近几年有山友就开发 新的街茅斯山入口路线 却传出山难也破坏了环境 因此当地布农族力道部落 向林务局提出了共管要求 包含向部落租借帐篷 进入传统领域要收费100元引发了争议 对此部落澄清 一切都尚未定案 位在立道部落传统领域的登山景点嘉明湖 不论是从向阳游乐区或是建茅斯山进出 每年平均吸引上万名山友造访 不过也衍生了许多乱象 尤其是建茅斯山路线曾经发生山难 生态环境也受到人为破坏 部落因此向林务局提出 符合在地需求 文化生态永续利用发展的共管方式来守护山林 我们部落在起劳 部落在达量 在共同研究 讨论 这个传统领域的部分 达成控制以后 我们会进入部落会议 提供的林务局 我们找林务局谈 这个共环的部分 大量的登山客涌入建茅斯山进 其实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 在地的部落的传统文化跟记忆 其实有受到一些某种程度的影响 不过力道部落会议中 要和台东领馆处共管传统领域的12项条文 日前却被意外流出 还上传到网络引起山友议论 因为文中要求 入山一定要请部落高山协作团队带领 另外入山者也要着收100元的部落文化传承基金 IP是在收保护费 我们这一次的部落会议是第一次 我们还没有定案 这个要经过几次的讨论会议之后 你达成了共识以后 我们才会找林务局谈共管的部分 台湾领馆处这边 还是会秉持着山林开放的原则下 那自立维护人民亲近山林的权利 那我们也会跟部落这边持续来沟通 希望说各方大家都能够互相去理解 那我们共同来促成台湾山林更多的美好 立道村长强调 这些草案目前部落还没有做成决议 外界不应过度误解 而台东领馆处也强调 目前还没有跟部落共管嘉明湖 但未来会和部落在相关法律的规范下 一起合作解决从建茂斯山登上嘉明湖的违规乱象 至于夏佳会台东时报道